这些欢呼是献给东京奥运选手 但我们还有一群人在冬季奥运奋战 可惜成绩不如夏季奥运亮点 先天环境条件不足是关键之一 江俊宏2016年代表台湾参加冬季青奥 无垛雪橇拿下第十八名 转练空架雪车后仅差一个名次 与平昌冬奥擦身而过 彭丽伟则是2016年冬季青奥 拿下空架雪车第二十名 两人都瞄准下一届冬季奥运 练习前他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又每天这样搬来搬去 然后我们会把时间拉得长 自己租车自己搬运 就连器材也自己修修补布布 像这边有人用铁 就是要为了挡住它的外观 可能有风气 然后风阻会风速 会影响到你的成绩 无垛雪橇空架雪车满身伤痕 两件二手器材少说用了二十年以上 更早之前的年资早已不可靠 更难的是冰上运动在亚热带台湾 要找到适合练习的场地 而无垛雪橇居然就只能够在博游路上 而且还是看不到来车的蜿蜒山路 那我们去模拟我们在冰面上做转弯的动作 然后还有速度 身体整个越平的话 速度会越快 因为你的头如果稍微起来 你的后面肩膀几乎也是会跟着稍微微微的起来 就一点点 就会有风阻 就会有风阻 因为你在冰面上 其实在转弯是很灵敏 练习画面看得我们惊心动魄 山路间的苦练几乎拿生命再拼搏 而空架雪车这个项目资源也没比较多 一点点 再回一点点 困难的跟小学界田径场练习用的铁轨 也是自己找铁工厂铸造的 更不用说雪车了 沙纸或者是铁 然后就是会很摩擦 在国外练习的时候 就是可以再有那个滑道 然后你就可以体验说 它的那个速度 跟它的那个上去坡道的那个离心理 在台湾他们只能感受推车的感觉 一地训练是真望 因为没受国际总会邀约的赛程 一趟就得自掏腰包 十几二十万 我们都是很珍惜每次练习 练完习之后你回到饭店 你还在趴在你的车子上面 然后你就在那边冥想 你去想你在滑道的感觉 你就这样一直去模拟去揣测这样 就你这鞋子用了多久 你自己说 没说 你只有高中到现在吧 丁子要借鞋子穿到破也舍得换 他们凭借的是热情 即便冰上运动本身就是个极限运动 江俊宏在法国的资格赛 就曾经翻成昏迷 与平常冬奥擦肩而过 应该有一百十几 然后在很高的滑道 然后后面我就下去之后 就是整个车子跑到 已经几乎快要到场外去了 就是已经有点感觉 好像快飞出去了 从上面一直滚好几圈 一直这样踢 身体一直滑 像摩擦 还好高山滑雪选手李文怡幸运多了 当选手四年 没因为训练发生重大意外 但为了挤进冬奥窄门 南征北讨拿积分 还是让家人吃不消 光是文怡一人 年花费少说五十万 为了让女儿夏季也能练习 他们下定决心买了模拟机 小时候越高的时候 其实他的控制要越好才对 透过模拟机调整角度与速度 好更接近实际场地 同时练习左右对称与修正动作 而为了摆下这庞大的模拟机 少说面积就要摆平 因此他们开了这家滑雪中心 那煮起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当时给马鞋做训练 那我们也会对外做营业 增加一点收入 然后平一下中心的支出这样子 我们用生命在经营中心 机台费用加上租金 水电人士出席费用就有千万 一家人只能贷款之印 而这些都还不算练习的好材 以滑雪板来说 即便人已经在冬奥参赛 李维仪为了让板子更加锐利 还是每天磨钢鞭 却也加速损耗速度 一年换板二到三副 又是近十万的开销 种种困境台湾冬奥选手 难免出现断层 以空架雪车与无垫雪橇来说 都仅有两位选手 雪车则是2002年 盐湖城冬奥之后 就无人继续培训 台湾这块招牌 想在冬奥守住 这条路总艰辛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谢谢观看